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0月13日 已經是星期五 今天是黑色星期五 有人 當然是那些恐怖分子 警告今天會發動抗議 示威或其他東西 我也呼籲在英國的朋友 盡量今天不要去一些 猶太人聚集的地方 或者很多猶太人 居住的地方 市中心也盡量少去 免得有甚麼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這節要跟大家說說關於香港人的事 因為第一節 香港人 尤其是BNO 來英國是拿不到強積金的 但是有人 用一些取巧的方式 實際上只有一個方式 就是 向民政署宣誓 永久離開香港 回大陸 你只有說回大陸 才有機會拿到強積金 當然 這個對於 香港政府來說 當然是很開心 因為可以逐你發假誓 提供虛假文件 偽造文書 廉署 做事 在香港人的群組 最近有消息 說用香港永明金融拿強積金出了事 Agent 拘捕了 當事人如果回香港 會被入境處 禁止出境180天 其實入境處為甚麼禁止你出境180天呢 實際上 就是要你斷了BNO 那個連續居住 在英國的要求 使你有機會 重新排BNO 因為你那年已經喪失了 因為你如果申請BNO 你一年在英國居住 一定要超過 一半才可以的 才有效的 他 他不會告你 不過 不讓你出境 原因 其實可能告也未定 為甚麼呢 因為如果廉署 真的拘捕了Agent 他可以說Agent是收受利益 那你就是 行賄了 如果Agent沒有收受利益 純粹 是幫你的 那麽 當然 經紀也是一身偽 為甚麼呢 因為 他會被人 告他煽動 偽造文書 支持你 參與 又或者你明知是假的 也幫你做 因為香港政府 不承認BNO 是一個 只是說是有旅行簽證 不承認你是英國籍 所以現在 能夠做的 只能夠 因為英國政府夠硬 但是我們看不到英國政府會硬 所以 你只能夠等你在六年之後 你成為正式的英國人 用英國人的身份來拿BNO 我已經是英國人了 你也不給我 會有官司打 你可以告他 因為你根據這個 這個 法律上的 我們 看法律上的程序 當然現在香港政府已經不是很跟法律了 但是他 怎麼也要扮成 是有法律 因為 香港政府畢竟還未到達閉關鎖國 像以前 50年代 充公資本家那段時間的中共 所以他怎麼也要扮成 一個還是有法治 資金還是可以自由出入 如果不是 如果香港 即是BNO 六年之後 你成為正式英國人 都拿不回你的財產 那麼英國政府要做事 不過現在他用這個方式 實際上是一種拖延 拖你六年 而這六年來 盡量把強積金的錢輸掉 或者 把強積金的資產 買中國的資產 轉移給大陸的資源 可能會這樣做 之前我也有聽過朋友說 說加拿大永明金融 是可以幫助很多香港人拿錢 實際上 他們也是用一種取巧的方式 就是你去民政署宣誓 永久離開香港 回大陸工作 當然 如果你 這樣做 你是可以拿到錢的 很快 但是你一會兒 你又來了英國 然後又回來 他看到你 他就會記得了 因為 因為 他永明金融做完事之後 他也會有紀錄 你也知道 他現在是比較敏感的 香港政府是故意有心留難BNO的人 所以 如果再回香港 他一定會搞你的 我也不排除他們會落案 charge 為什麼 因為 他可以告你 偽造文書 那份是真的 不過你提供虛假的宣誓 他會告你 類似是發假誓 要不要坐牢呢 是要的 應該在香港是應該要坐牢的 你想一下 如果你在香港坐牢 BNO當然是搞不定了 中有機會 被人取消BNO 這件事是真的擺明玩你 我們看到一直以來我們都 有想過一些方法 看看能不能集體控訴 但是 暫時沒有任何一個團體 出來搞這些事 當然我最近有聽朋友說香港watch就是在做事 問題就是你如果不是一個比較有力的方式去控訴他 其實他是 不會理會你 好像匯豐 你向他施壓 因為匯豐大條道理 英國的匯豐和香港匯豐現在分開 他們好像分開兩個戶口 你又不理我 我也不想理你 當然這是藉口 總部在英國 英國的總部你不理 問題就是 你沒有辦法 因為英國政府也不是很硬 大家都知道 一直以來 實際上也不是很硬 當時有 BNO的政策 可能 基於英國本身脫了歐之後 個人考慮 希望多些香港人來 填補一些空缺 填補一些人口 還有填補一些財產 未必是這樣的 但也有這個考慮 我們始終 不能夠用一個太良好的議員去考慮 畢竟英國人也很現實 因為 幾十年前 不付歷史責任 幾十年之後突然又付了 雖然我們也很感謝他 很感謝英國政府 起碼也肯做 接受香港人 問題就是 他對於中共的態度 也是處於一個 不想搞大件事 不想得罪 香港政府 其實也是用一種 行政的手段 去玩你 其實 現在我們就這樣看 已經過了 大部分人 國安法通過了之後 有BNO 到現在差不多三年 如果當時你立即申請的話 還有三年時間 你就可以 2020 8月份 9月份 立即過來申請 這樣三年 即是說 過了三年之後 你就以英國人的身份 名證言順去拿 因為 你是一個外籍人士 你是英國人 因為 到時你那本就是 英國護照 他也沒有權 根據法例 如果到時他再去玩東西 沒得說 根據法例 他是要給你 但是問題在哪裏呢 問題就是現在很多人覺得 可能不夠錢 又想拿些錢來用 看目前來說 就沒有辦法了 當時我也很久之前提出 會不會 香港人如果夠團結 找人牽頭 去集體控告 匯豐銀行 金管局 還有強積金 控告他們 非法的扣留香港 港人資產 或者非法扣留 BNO的資產等等 一定要 人多夠團結 而且也沒有人大頭搞 我們等了很久也沒有人搞 難道叫我去搞嗎 如果有人搞 我們當然是要支持 所以 我們也等了很久 等了很久也沒有任何人去做 最近聽說 HKW的負責人 HKW的負責人 他就說 他現在在做事 希望 可以做得比較 壓力可以加大一點 始終英國匯豐 你的總部是匯豐 如果 他們真的找人研究過的話 那麼英國政府看看會不會配合 如果英國政府肯配合 在這裏匯豐 扣押著部分匯豐的英國資產 你在這裏扣數吧 扣回給人家 這樣就完成了 不過 我覺得英國政府會配合的機會 是 接近零 不是零 是接近零 這是相對很低的機會 那些球膽 你不會買75比0 90比0 類似的樣子 即使 即使 巴西對中國也不會開這些比數 我們看到有人 即使是他發了假洗 拿了強制金 還要回香港 其實真的很奇怪 你說他是甚麼師 肯定不用說 一定是藍絲來吧 有大量的藍絲來在香港 他們覺得我們用那個方法沒問題 誰知道 連署抓人 很多香港人 實際上 他們是用這個方法 拿到強制金之後 都繼續留在香港 為甚麼 他不找工作 如果你再去找工作 你也可以有解釋 大陸不請我了 他本來就說請我回去工作 現在公司突然撿了一顆 原來我被騙了 被騙了 是不是有罪 沒有罪的 被騙了 我怎麼知道 我當時是打算回大陸 他也說請我 拿回一些強制金 當時其實很多人 是 古惑仔做的 就說 幫你做一份假的 大陸公司請你 然後你簽名 民政報宣誓 然後強制金拿回之後 不知道要給他多少錢 部份的錢要給他 一塊錢 也不少 當時很多旺角的律師行 古惑仔做了很多生意 問題就是現在政府 他不會搞一些在香港的古惑仔 也不會搞一些回大陸的人 但是 他會搞你BNO 你 不要忘記 他是針對你們的嘛 他一定用盡所有的 搞盡老汁 可以告的 可以拘捕的 一定會拘捕你 可以告的 一定會拘捕你 他現在很明顯在玩笑 禁止你出警180天 希望你斷了BNO 你要重新申請過 又要花一筆錢 實際上是會留難你多些 不過 會不會告你呢 視乎他那個 那個手上 他認為 做不做得那麼絕 其實已經很麻煩了 你打算拿回一些錢 誰知道BNO斷了 又重新申請過 又要給多一次 當然很麻煩了 可能會拖遲了你成為英國人的時間 總之 每一件事 你面對香港 都要用一個最壞的打算 因為 他一定不會有好東西的 一定是用一種最無恥的方式去留難你 你也不要當香港是以前的香港 你不要當香港是還有法治 最重要是 沒有誤會就可以了 最怕你誤會 當香港還是以前的 說法治 說文明的香港 錯了 現在不是 好 這次時間 我們暫時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老婆公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許可的朋友 訂閱Patreon 多謝 拜拜